哈囉 大家好 請問我們繼續收看玩的Angry Bro 剛剛我已經錄過一次影片了 但是我發現我最近的滑鼠感覺好像怪怪 他有段都會左鍵連點好多次喔 所以看我就是剛剛只有錄到開頭啦 那今天主要來說 非常感謝大家的留言啦 因為大家有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 每一隻鳥鳥的習性跟能力啊 比如說藍色小鳥他專打玻璃的喔 所以他如果再跟魔法冰玻璃搭配合一下的話 應該是可以打出一個不錯的成績 然後我們的黃色鳥鳥這邊的話 他是一個能夠打木頭系列的東西的角色啦 所以每一隻角色都有他專屬的一些角色的習性啦 所以可以打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目前來說好像這遊戲還有什麼技能喔 但是我們就再來研究一下 看要怎麼把技能給他弄出來 我們昨天玩技能上是結束了競技場模式 那我剛剛也進去打了一場啦 我覺得實在是很好玩啦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原本是想要讓大家體驗一下 就跟著名體驗一下出事的感覺 就沒想到剛剛沒有錄到贏好不好 太白癡了 那我剛剛那一場我是獲勝的 然後目前來說裡面有點像是那個... 兩方的鳥鳥啊 你必須要打關卡 看誰打的分數更高這樣感覺喔 那如果目前來說這款遊戲還是非常非常多人玩的話 我覺得應該會非常非常有趣啦 因為就是有更多的玩家來跟你比拼一下 就是鳥鳥的能力跟分數大戰這樣 我覺得是蠻有趣的喔 那因為我也是最近才剛玩啦 我不知道這款遊戲是不是已經很久沒更新 或是還是有在持續更新喔 那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你們對我們Angry Bird的看法囉 那我們就來玩一次給大家看喔 基本上的話呢我們就是... 蛤? 沒了是不是 沒了是不是 我剛剛就說我要 奇怪了欸 我剛剛明明就有錄影 那不給我錄我只能買票了 不要啊 欸不是我看了廣告 哈哈哈 這遊戲是不是在逼我看廣告啊 哈哈哈 原本剛剛有順利錄到啦 我接下來的影片我都要先看一下它有沒有順利錄製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 就趕快注意一下喔 太扯了吧 那滑鼠按一按一直左鍵邊連點兩下 害我直接那個... 害我直接沒錄到贏 好沒關係 看個廣告就有卷子啦 好不好 那就可以打一場給大家看了 那目前來說它就是分為兩個隊伍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去跟別人比賽你的那個分數 然後它會有一個關卡給大家打這樣子喔 原本以為是... 即時的比如說我們用鳥鳥來打對面這樣子欸 但是不是喔 然後這邊的話大家會看到就是我們如果選這隻角色的話 大家有跟我講說就是 你在選這隻鳥的時候你一開始發的時候 前面會有一些東西是發亮的對不對 那就代表是它就是針對那個東西會有就是... 強力的一些BUFF的效果啦 所以就是用那邊的東西去打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喔 然後來來來我們先來打一下喔 大家跟我講說不要打地基欸 為什麼不打地基 地基不是很重要嗎 還是你們說之後會有一些那個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欸那隻會有吸鐵欸 太猛了吧 然後我們這邊還有那個超誇張的 你看小隻的在上面欸 哇你是故意的吧 來看一下喔 霹靂一閃一下喔 音樂也太high了吧 啦啦啦啦啦 算啦 電光一閃 水啦沒有問題 還有額外卡水水水 然後這邊你就要跟別人比賽那個成績分數 然後如果我們的分數比較高的話 那我們就獲勝了這個應該 對面應該還蠻簡單的 喔那邊有那個欸 吸鐵的那個啦 就跟剛剛一樣他是一個吸鐵兵 喔酷炫喔 還有這種的是不是 看一下喔 好 然後像我們這邊的話 欸不用了直接抱著 拜託拜託 抱抱抱 哇這邊有點難欸 用這個去撞玻璃吧 滾山小鳥 哇 中不到 中不到 哇那邊有點難 可能要從上面丟吧 上面丟應該會更好 沒注意到上面好不好 所以競技場模式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即死了啦 如果我覺得是即死的話應該會蠻害的 他有點像應該算是我們那個 植物大戰殭屍那種風格 就是可能就是 自己打自己的 然後一段時間會算一個那個 排名分數那種概念吧 應該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等他的那個分數做結算這樣子 啊如果他繼續 他繼續在這邊不打的話就會拖大家時間這樣子 感覺是這樣子的遊戲存在 那也是頂麻煩的喔 好我擊敗了 那擊敗之後你就可以拿到一些不錯的獎勵啦 所以他一天的話也只能打個幾場吧 就是你 可能要再打的話你就必須就是在拿到更多的那個就是 競技場券這樣子喔 像我們這邊連勝第二場的話我們又可以再拿一張了 所以又可以再打一場沒有問題 那現在大家不知道還會不會就是上來玩這個競技場模式 因為他如果都沒有在更新的話 我覺得應該 大家可能玩久一點也是會玩膩 但是 就像植物大戰殭屍一樣 他其實都有一些小更新或是一些小植物出現 我覺得這個 憤怒鳥的話搞不好也是 會有這種種的感覺喔 再看一下 而且他關卡就已經有那個 幾百多關了 應該是蠻嗨的好不好 應該是可以玩到一個爆炸 我想一下喔 這邊的話很簡單啊 大胖直接撞下去就可以了啊 對不對 就是這個跑物線 直接全倒 蹦 謝謝大家有沒有 叫我大胖之神好不好 我最會玩的就是大胖了好不好 這沒有什麼問題 玩爆好不好 這個就是要精準的那個預判啦 這如果有讀過建築系的朋友來玩的話 應該會蠻厲害 那哲平我是沒有啦 哈哈哈哈哈哈 講廢話我是沒有 這個 這個電光一閃回壞這個鳥 然後讓他45度往左邊倒 倒完之後壓到旁邊的東西再連續倒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吧 來 PT閃 不是不是 不是這跟我想要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是想要讓旁邊的那個直接往左邊倒好不好 然後這邊大隻喔 去吧 完了完了 倒倒倒倒倒到旁邊 對啦就是這樣子 壓爆壓爆 nice 有沒有看到 精準精準射擊 輕輕鬆鬆不錯 到達下一關有沒有看到 分數直接突破天際 我看他怎麼跟我拚 然後這邊的話呢 這個可以專打玻璃啊 哇這打玻璃的 所以這個就 讓他去打這個玻璃 倒 連鎖連鎖 有二外卡 水啦 然後這個二外卡我們打上面這邊 把上面這邊打掉然後往左邊倒 沒有問題 水啦 往左邊倒 開壓開壓 哇好像壓不到太多東西 可惜了 但是分數應該還是頗高啦 所以應該也是可以獲勝的好不好 沒有問題 很開心欸那豬 很開心欸 所以這個遊戲的競技場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那個 跟別人比分數啦 所以盡量就是拿多一點分數 所以像我們平常的那個鳥 要在升級加一點東西 那個加分數的一些東西 也是會影響到競技場這邊 感覺是這樣子喔 所以多多去累積自己的禮貌啊 或什麼之類的應該都還蠻不錯的這樣子 好沒有問題 請輕鬆鬆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這個 憤怒鳥的競技場啊 我覺得是真的還蠻有趣的 這個大家可以來體驗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他近來還有沒有就是很常在更新啦 所以大家如果 一直都有在玩我們這款遊戲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 這款遊戲的一些那個 更新的速度啊 或是有沒有就是一些線東西出現 都可以分享給哲平知道囉 好 那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我們的主線關卡啦 上次的話基本上拿到了我們黃色鳥鳥對不對 然後 前面有一個那個 炮炮槍 看一下這炮炮槍是幹嘛的 你已經解鎖豬豬打氣筒魔法 ok 豬豬打氣筒魔法的話 應該也是就是讓他直接那個 那隻豬直接爆開吧 應該是這樣子 來看一下 豬豬打氣筒魔法 那我可以直接 也不能直接打boss啊 比較可惜一點點 來看一下這幹嘛的 教程 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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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感覺我在玩那個 植木植木 植木植木land 他們會突然變很大然後直接 直接自爆哎 這還蠻不錯的 但是就是王冠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這遊戲的話 最有挑戰性的就是我們的那個王冠了 好看一下啊 這就是全部貫穿木頭啦 貫穿這個部位吧 PT閃 PT閃 好全倒 水喔 欸那個石頭 喔水 電風扇加油 猛哥猛哥 太神啦 電風扇 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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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太神啦 電風扇 這電風扇很猛哎 吸吸吸 他還可以吹石頭哎 厲害厲害了厲害了 那主要來說就是你每一隻角色都有相對應的一些那個 該怎麼說呢就是一些那個 一些屬性的東西啦所以就是好好弄一下喔 給大家看一下喔 打地機才是王道 喵 炮物仙搭蛋 沒有問題看到沒 椅子全部帶走 哈哈哈 我跟你講這遊戲不是隨便亂射一射的喔 他一定有完美的角度跟完美的曲線跟完美的應用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這種 拋射遊戲最好玩的地方啦 沒有問題好不好 777 謝謝大家 啊怎麼就直接給我看廣告了 好啦 那我們基本上的玩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有玩這個競技場喔 就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競技場 那也非常感謝各位觀眾在下面跟哲平補充了一些那個 鳥鳥的一些資訊啦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好不好 那之後的話 因為聽說這個遊戲好像還有一些技能的什麼東西 我們到時候再來研究一下技能要怎麼使用啦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曲名的 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 耶~~~~~